大家好我是空菜 我现在在河东的十二经路 然后今天中午我们要去吃一个捞面 去吃一个这边非常有名的捞面 您就给我来一碗那个三鲜卤面 然后来一个那个糖醋面景 这就是我们今天中午吃的捞面了 人很多啊就是有点嘈杂 然后我先点了我想吃的 我点的是三鲜的打卤面 然后还单独点了一份就是糖醋面景 现在我们来试一下 它就是单独的一碗卤 我们先来看一下 猫猫菜 然后木耳 虾仁还有鸡蛋 然后这是一些菜 先给它倒进去吧 倒上这碗卤子 这碗卤子还挺多的啊 加上点面筋吃 看起来是相当的优人 我先来一块面筋尝尝啊 好脆啊 然后酸甜口 这一盘糖醋面筋的话是18块 分量非常的多啊 然后再把面拌一点 然后再把面拌一点 三鲜的是20块钱一碗 然后这碗面的份量非常大 你看真的是 这个面子就那么筋了 它这个面是锁感 然后那种贴面 在后面就可以看到大家线条做 超筋的 瞎人啊 吃面就是这样 大口吃才贵 这个是母里面的那个也是面筋 它这碗面实在是太大碗了 然后刚刚那么大一碗鸡就倒进去了 一半感觉好像都看不见 其实是这碗面实在是太大 这面筋真的很好吃啊 我还拿了几半蒜 来烤面 来再一口蒜 这是新蒜啊 不是特别辣 吃面就必须配蒜子了 将出品还在够一 对 不认为 吃到下面的时候发现这么多块肉了 有肥有有瘦的啊 这盘面硬是我感觉吃不了 太大碰了 今天中午的烙面我们已经吃完了 然后里面人真的太多太多了 说话可能听不清楚 我们在外面说两句吧 我今天中午吃的是三鲜的打卤面 然后那一碗的话是20块 很大的一碗三鲜卤 然后那碗面的分量我觉得也是相当大 是那种手擀面 就是在后面你可以看到它在那擀在那切的 吃起来口感非常非常的筋道 然后三鲜卤的话我觉得就是 它的咸蛋挺适中 然后食材也挺丰富的 整个味道我吃起来我觉得 就是大碗面大口吃 吃的非常过瘾 还有就是我点了一个那个 糖醋面井 18块钱一份 然后那一份的话我觉得 哇 堆成小山了真的是 没吃完打包了 真的非常的棒 这一家的话是开了20多年的一个面馆了 头一上就是比较天津传统的这种达卤面 我觉得它挺不错的 挺好吃的 个人挺喜欢的 不错 就是吃完有点趁烂烈碗面吃下去了 哇 太多了 然后喜欢空菜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空菜 欢迎大家评论转发收藏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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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